車頭內隔板突然出現人影 直見眼鏡男緩緩探出頭 看見手機鏡頭 愣了一秒才趕緊縮回去 民眾拿起手機錄影搜證 沒想到真的拍到偷窺狼 洗手間還沒上完 男子先下出一身冷汗 台北市府轉運站 金船有偷窺怪客 23號下午6點半 煩氣男子到新衣商圈逛街 途中去轉運站上洗手間 革命男子一次踩上平台偷窺 他聽覺有人影晃動和撞擊聲 感覺怪怪的 拿起手機搜證 果真拍到偷窺男 嚇得他多門而出 回想起來還歷歷在目 當下趕緊向服務台反映 和兩名工作人員回到現場 偷窺男已經消失不見 更傻眼的是服務人員卻回應 又發生類似事件 但很少人追究 要他自行報警 男子求助無門 又氣又無奈 事後是否轉運站解釋 可能與民眾處理過程 沒說清楚 絕對不會姑息類似事件 目前警方以擴大調閱監視器 展開追查 要揪出頭盔狼 記者楊中盛 彭新美 台北報導 全民站內回憶 女子邊搭手扶梯邊玩手機 後方的白衣男子卻越踢越近 女子警覺有意不停左右看 沒想到下一秒 男子人伸手偷排群體風光 不過這還沒完 男子繼續跟在月台等車進 不顧人來來玩往 再度犯案 後方女子出言呵斥 嚇得他心虛轉身拔腿就跑 警方調閱監視器 一眼認出就是誠心慣犯 到他住處逮人依法送辦 但沒想到一天後比對於大湖公園站 另一件偷拍案手法類似 再度將他移送 重點是局犯案史 與前一日盜案史衣著一模一樣 立即通知呈現再次盜案說明 愛在捷運偷拍 連兩天被逮送辦 根據捷運統計近兩年 妨害秘密案件共73件 其中有高低差的手扶梯 就超過一半 是偷拍狼最愛下手的區域 警方也呼籲 若遇到色狼偷拍 應立即向占物人員求救 或使用警證APP 大字幕向身旁人求救 可別忍氣吞聲 讓色狼越來越囂張 記者楊中盛 彭新美 台北報導 你剛剛有偷拍我 沒有 那你剛剛我看一下好不好 我第一次遇到這種事情 我不知道怎麼做 一度講到哽咽 監獄撐香裡 與偷拍者當面對決 受害者越說越氣 要對方把手機交出來 把照片刪掉 我們穿短裙過了嗎 我現在開這樣的 你不好看嗎 沒關係 現在你在這邊刪啊 我看你拍到什麼程度啊 水汪汪大眼 加上甜美笑容 有台灣第一美腿稱厚的小摩 林墨金 是這起偷拍事件的受害者 監視器畫面清楚拍下 嫌犯在手扶梯時 拿出手機拍攝林墨金群底 發生在三月九日晚上 捷運台北車站 偷拍款五十八年次 不僅搭手扶梯時偷拍 甚至一路尾遂被害人進車廂 好險熱心民眾提醒 當場被抓包手機裡 有一堆偷拍影片 下了車廂後 兩名捷運警察介入處理 那你還是有拍吧 是 對吧 那你手機先給我 手機先給你 更可惡的是手機內 還有其他受害者地點 也不只在捷運站 所以市民慣犯 根據了解 偷拍的正姓男子 在銀行上班 坦承因為近日 股市狂蟹一千一百點 壓力過大才會犯下過錯 警察訊問後 依妨礙秘密罪送辦 竟然連又全楊宗彥 台北報導 林那 警察 建議 有